虽然还不知道这还尘殿有何玄机 但罗侯幻碑上 唯有还应济都 罗侯之礼于还尘诸相 方能入邻太虚之境这句话 必定有着什么含义 之前我们所见大殿内的星图大圆盘 应代表着整个天目中心的太虚天极 它和这整个还尘殿的巨大星图 到底是 诶 等等 天目 星图 若是把之前获得的五色星经放置其间 会不会可以打通前往太虚之境的通路 好极了 星之经果然是放在这里 代表着诸幽重虚皆归于太虚之道 我想那处阵法应当可以前往太虚之境了 这充满幽历煞气的地方是 虽不知道这里位在城中何处 但它似乎就是整个还尘殿的药力所指之处 也就是所谓天极太虚的所在 而第三柄优药似乎就是放在那里 那悬浮在光中的奇异圆形金属片 外貌看来和之前的忌都罗侯二药全然不同 这应该就是太虚之药了 果然 有那钥匙的地方就有妖怪 这应该就是太虚之道 这太虚之药藏匿如此严密 或许可以开启通往天洞仪的道路也说不定 嗯 先通过神移星台前往幻碑处 探查一下接下来要前往何处吧 火越来越多 会不会是我们的行动惊动了罗侯 那就要快点杀出去 早先找到他了 让我对着戒指集中心链 与这幻碑的脉动相应 看看能否感应到什么 画之旗二十七 为了替剑矢断住此世间至凶至强的神兵 吴收集太初开辟时流于此幽吟中的混沌画力 将他以创命秘法塑造为剑魔的行与破 然而剑魔的破本性太过凶利 剑矢还无法自在地驾驭他 因此先将他一分为二 仅将其行交与剑矢持用 而将真力所在的破封在副所禁台之上 如此一来剑矢仍需持取属于凡事的兵刃 将仅有形体的黄鹤化为内魄精髓 如此他方能真正化剑为战 画之九十二 封禁剑魔的地方称之为副所禁台 以三幽药依序分支于神药皇台的三个基座 便可在神移星台开启通往禁台之路 剑魔绝对无法挣脱借力之父逃出 但若与他接触 不敬之力便可能是戒力之父失效 因此绝不可轻易进入副所禁台 副所禁台内 竟然封印着幻剑的剑魔真力 若要封止天洞仪 免不了一场恶战 看来还是尽早赶往那里 重塑幻剑才是 宿杀的氛围 幻剑剑魔是不是就在前方了 嗯 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即便封存千年 赶紧杀完这些妖怪 早日让冰离姑娘的幻剑行魂柔和 这巨大的奇异石台是 想必这里就是副所禁台了 而被封禁在那三道强大剑里之中的 想必就是 幻剑黄鹤的魄也是他真理的所在 因为当初杀气强到我无法驾驭 而被封禁在此的凶利剑魔黄鹤 是谁 在这么长久的时光之后 是谁再次进到了这副所禁界里来 等等 这股东 这熟悉的感觉是 我失去已久的身体 是谁带着我的身体来到这里 这瓶剑有自己的意志 剑魔黄鹤 你猜得没错 你的行 此刻就封印在我的右手手掌上 若你愿意舍弃兄弟之心 与抗拒之心 以你的真名 发誓 从此听从我的号令 我就救你脱离这长久以来的束缚 并让你与失去的形体重新合为一体 如何 哼哼 笑话 我的身体就是我的 我可不听任何人使唤 既然你们带着我的身体送上门来 那这正是我托付重生的好时机 冰霖 小心 我感到剑魔的杀气大胜 是怕是要 不要紧 我本就不认为他会乖乖降服 既然如此 我们以武力收服他也一样 或许出生之时的我驾驭不了他 但现在的我 已和当初不相同了 不用多说 把我的身体还来 纳命来吧 天才前将我行魂分离后封印于此 今日又妄图让我臣服 休想 剑魔皇赫 如何 现在的我 够资格当你的主人吗 你已经不是昔日的剑士兵离了 今已魂魄强行体现 已经战胜不了现在的你了 也罢 与其这个样子下去 不如就此降服于你 至少还能在你的手中重现我皇赫的真貌 剑士兵离 我皇赫就此发誓降服于你 希望你能早日回复我的旧貌 没想到 皇赫的魂念强烈至此 竟然能将只有魂魄的刺激 你化为真 今日能够收服他 对咱们来日之战必有助益 不过 却得找出将他重新运化唯一的法门 这个法门或许可以从幻碑处探之 在这里常待也是无用 现在先离开这个副所进台吧 嗯 这里便是副所进台 用尊神教与你我的真力 将皇赫之魂封印于此 便是此行所图 封印皇赫之魂 果然 依据下贱蝼蚁行貌创造的他们 远不能驾驭这幻剑的力量 女娲族中阴险狡诈 行思污秽 非以蛮力便能令其臣服 我 真担心你我这弟妹啊 我将以尊神传授之法 行离破行魂之仪 将幻剑行魂一分为二 再以副所进界将真魂封印于此 此举无意谷中抽筋 以幻剑之凶利 难免一场恶战 若无此战 我还未必肯随你来此 画脸真行魂聚鸢随 隐绝破利凶结 分体破 于咒书 离 我的身体 你们 不肯饶恕 你同我分别前往禁界两处法阵 待副所禁界出城 幻剑之力骤减 再将其击败 不愧是尊神最信任的殷熙 死腹禁绝 断天殊途 殷熙 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凭你我之力 直接将幻剑侦破击败 再行附所禁界 也是一样的 哼 那我便陪你玩玩 反正这无方幽界之中 此等乐事甚少 咒绝勇士 封界伐城 你们把我的侦破还回来 我已有可能 你们把你帮到 你帮到 这变主意了 那我 忍受 不能 这可 那我 如果你们被下剑的蝼蚁迷惑,我会亲手诛杀他们的 幻碑就在前方了,希望能够顺利得到让幻剑黄鹤重现于世的法门 嗯,先让我对这戒指集中心念,与这幻碑的脉动相应,看看能否感应到运化幻剑的方式 画之其六十四,在黄鹤一分为二之后,其胸利本性化现的破,以脱离形的束缚,成为具有自主意志的试杀凶魂 以真力重新收复它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要是已经分离的幻剑行破重新融合 需得使用创名之间的诛命画作,方能真正使幻剑黄鹤重现于世 创之其六十二,画运神台乃是操控著名画作的枢纽 借由罗侯之药之力操遇画运神台,便可将精魂风融入画书灵作所创造的素胚之中 除此之外,它亦能将分离的魂体重新融合 不过,以目前的创命之法,此举只有一次之限 原来,运画幻剑亦能修复魂体分离之窗 嗯,这便皆由神移星台前往创命之间那里吧 由于之前被罗侯神毁破魂精之故,冰黎曾经受过魂体分离之窗 如今,借有这画运神台之力,正可为它修复这肉眼难见的伤势 将罗侯之药用在这里,便能操遇画运神台,重新融住冰黎的魂体了吧 冰黎,自从在观星台以转生之法将你救回以来 我就一直担心你的魂体是否真的完全复原 毕竟尊神曾经将你的魂精毁破 我总担心会留下什么看不见的创伤 但经由这尊神曾经用来创造你的画运神台 应该能再次将你的魂体融合为一 宛如两者不曾被分离过一半 冰黎,我想这一定会对你有好处的 嗯,我也是这么想 自从回到这里之后,我就一直暗暗担心 咱们会不会被迫再次与尊神对决 为了这一刻,我得尽可能回复旧日的力量才行 所以,你就使用画运神台为我行使此仪吧 如果,我们最后真得面对尊神的话 我们多一分力量,便多一分生存 嗯,那就好 冰黎,你站到前头的诸命画座上去 待你就位之后,我就开始行仪 好,我这就开始封命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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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为何会这样 因是这封命之仪运聚的气,引来了这些妖怪 可恶,此刻尚在行仪,不能让他们破坏 嗯,大伙保护好冰黎姑娘 莫容妖怪破坏封命之仪 exa 冰霖 怎么样 你觉得如何 嗯 我觉得好多了 从复生以来 一直觉得哪里空荡荡的灵雀 现在仿佛充满了新的力量 连手上的剑印似乎都 诶 幻剑 幻剑黄鹤他 应该是因为蜂命之仪的关系吧 之前被我们收服而化纳于我右手的剑魔黄鹤 似乎已和我手上的剑印重新融为一体 我能感觉到 现在的他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这大概就是幻剑黄鹤真正的姿态吧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连尊神都自成无法驾驭的太初煞剑 如今也真正归附于你的手中 哇 看来以后我也得怕你三分了 我是你的剑使 所以幻境的力量也就是你的力量 如今我只希望 以黄鹤那无双的剑力 能助我们顺利完成在此地的使命 嗯 我也希望如此 看来来此重行封命之仪果然是对的 不过咱们时间无多 只怕是无暇在此庆幸 一切既已圆满达成 咱们这就继续上路吧 接下来便要前往封止天洞仪了 先让我对着戒指集中心念 与这幻碑的脉动相应 看看能否感应到天洞仪的运作方式 天之旗一十二 九魂天洞仪位于罗侯城内置身之处 其与城内他所完全隔绝 须得使用太虚之药才能抵达 嬴之旗三十三 九魂天洞仪之礼 是以周围七柱封住七药秀仪 环绕正中既都罗侯所成之中柱而转 由着镇天九柱互转相应所生的无方巨利 便能够牵动天河中的诛星中药 嬴之旗五十六 封止天洞仪之初 须先以七药之旅起始其续 待天书仪坐升回到天洞仪正中的天位之后 以逆行济都罗侯双轨之力封止之 而于起始封止天洞仪程序之时 须以济都罗侯两优药之力 分应双轨诸药之序 先济都七药而后罗侯十四药 依此而行方能完成封止程序 应知其九十二 九魂天洞仪以济都罗侯二轨为运行之力 故若欲封止其行时 已须逆其道而行之 循序封掘其行轨上朱药之力 以止其行 其许先济都而后罗侯 不可有丝毫误差 否则不独遭逆力反冲之害 封止之序已须重新来过 荒之旗二十一 九魂天洞仪内充斥逆圆之气 任何一顿咒术在此都会受其所扰而失效 唯有当天洞仪的运转停止之时 中轴处的逆圆之气会受玄机牵引而去 此刻使用一顿咒术便可成事而往上飞升 西之旗三十七 九魂天洞仪顶上的太虚玄穹是这罗侯城的中心 城中一切药力和幽吟逆力均集聚于私 但在这众多巨大助力交映相消之下 那里却是近乎太史之时空无一物的虚无 一级华穷朱节中真正接近太虚的出所 唯有在那里咒术之力才能穿越幽吟之线 此乃建造九魂天洞仪的真正用意 嗯 目前所得的消息应已足够 我们这边借太虚之药之力 由神医星台前往天洞仪那里吧 啊 这庞大的机关巧够是 这里的房间外貌也和之前的区域全然不同 看来我们已经接近了九魂天洞仪的所在了 越接近越不能掉以轻心 大家小心迎战 这稀奇的地方打架肯定爽快 这 穿过这里就能到罗侯换杯所在的天书仪座之处了 好 一股作气冲杀过去 现在这些妖怪我都看腻了 希望未来的对手能有些本事 嗯 这里好像已经是天洞仪的最底层了 而我们眼前的餐厅巨柱是 这深入地下的庞大巨柱 想必就是位于天洞仪正中央的 罗侯之柱了 它的大小和样貌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惊人 而位在那里面的就是天书仪轨 好极了 快去那里看看 有某种熟悉的感觉 就在附近 冰玲 你应该也察觉的到吧 嗯 那是和我们十分类似的气息 该不会是很久以前 我们的 一顿入法的重力 大火流星 有什么物事朝这里而来了 好久不见了 霍庸兵离 我们的弟妹们 没想到会在这城里再次和你们相遇 弟妹 下午兄弟 这两个怪人竟然自称你们的兄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哦 我想起来了 他们两个是罗侯神最早造出的双石 阴西和阳环 也就是霍庸和兵离的原型 在辈分上算是我和兵离的兄姐 后来由于外貌和人族相差太多 才又以人族外貌重新创造了霍庸与兵离 而他们就一直留在罗侯城中 哼 以前的事情倒还记得很清楚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弟妹 霍庸和兵离了 一个是只剩下污秽俗士魂魄的转生残骸 一个是被俗士虚向所迷惑的反逆叛徒 还斗胆带着女娲创造的下剑蝼蚁 环污污 County 环污 동人 图谋永远封止天洞一神鬼的力量 是啊 真是不可原谅 即使藏守我们的弟妹 这大逆之罪也不能饶恕 我们奉尊神之命 阻除你们这两个叛徒 蝼蚁更是容之不得 哼 你们这两个不像人的怪物 没事就说什么下贱蝼蚁之类的 可别把我们人类看得清了 不相信的话 就下来较量两下看看 哼 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让你们看看尊神无方大能赐予我们的真力 没想到 我们竟然 败了 为什么 我们不该败的 也不可以败的 难道我们罗侯一族的命运 就是注定要永远被封印在这幽营之中吗 不 我们并不想这么做 我们来自封治天洞一 只是想拯救人士 度过此劫 让天幕在天洞仪的距离之下彻底崩毁 只会让一切陷入万劫不复而已 我相信在将来 必定可以找到回复太初平衡的方法 到那个时候 罗侯一族会再回到冥界 重新分享这世上的光与生命 这些话 你留着对尊神讲吧 我们是败军之将 自是无话可说 但可别以为尊神会让你们趁心如意 等着瞧吧 我们再会了 冥离 你就别想太多了 其实我们彼此都是为了自己的使命与信念而战 所以即使他们曾是你我的兄姐 我们在剑下也没有选择了余地 明幽之间 到底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们将来到底要向何处而去 这许多问题的答案 我们只能靠自己来寻找 在找到答案之前 我们没有退缩的语欲 你能明白吗 一定说的没错 我也十分明白你们此刻的心情 幽时之于冥界 如同暗之于光一般 本来就是一体聚生的两面 所以我们不愿被幽阴吞没 也不想永远封灭幽阴 等度过这次的凶时之难后 我们再请教小公主 她对太古创世时发生的一切所知疾风 我想她一定能想出诸事圆满的良策 嗯 我明白 我只是忽然有点伤感而已 不碍事了 那就好 时间不多 此刻也不容我们在此多费心思乱想 既然天书仪轨已在我们面前 这就开始峰值天洞仪吧 若换杯记载不错 应是依次触动这些速盘 嗯 就试试吧 嗯 这下应该可以了 好极了 成功了 原本充盈于此的各种要力 现在就像清晨的薄雾般逐渐往上消散消失 此刻的天书仪座完全静止下来了 啊 这股一涌而出的力量是 重要之力最后的急剧之锁 就是这里吗 嗯 非明亦非忧 只有近乎永恒的虚无 如此沉静的灵分是我至今所不曾见过的 仿佛神使太初之时就存在的天地之气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太虚之境 我也是这么认为 在这九魂天洞仪的最上层天顶处 有着这无方幽阴中 唯一接近太虚之境的处所 似乎是唯一能让我们可以回到冥界的途径 而在咱们封止了九魂天洞仪的此刻 所有残余的要力进阶升聚于此 咱们要突破冥幽之界就更容易了 嗯 位在这周围的三个盘座 似乎就是行购太虚的太虚三玄级 而咱们脚下所站的圆盘就是太虚的所在 以我对太虚的所知 我猜只要以某种方法引动三玄级之力 分引此地的要力于三级之处相敢供应 应该就能在这里开启天道之门 嗯 听风姐姐这么说来 引动太虚三玄级之力的方法 应该就是那三把优药不会错 我们这就行动吧 此乃定之旋座 行购神史太虚的三玄级之一 此乃画之旋座 行购神史太虚的三玄级之一 此乃运之幽座 行购神史太虚的三玄级之一 这么说来 我们就快要可以回家了 是啊 这趟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的天外奇旅 想必我们终此一生也不会忘怀吧 不过此刻我却只想赶快回去 是啊 小虎兄弟 我也觉得归心似箭 等回去之后 咱们先好好喝个一顿解饮 再高高兴兴地到西域各处玩它一趟 这想了可真是惬意 人家当然要去 不过我可不陪古大哥喝酒哦 听古兄你们这番话 连我都差点觉得自己已经回到了明界人士一般 不过没到最后 咱们可不能就此放心松懈 九星七要 画阵成华 千法诸仪 前引无道 定 运 画 三界之力 为我们在这太虚之中开启玄疾天门 让我们回返幽影比方的明确人士吧 失败了 我们还在罗后城内 一行画法没有将我们送离此地 不该会这样的 既然咒术之能未被封止 那么天门就应该打开了呀 该不会是受到什么要力的干扰 愚者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一走了之吗 这从心里响起的冰冷声音是 罗吼神 火庸 你这胆大妄为的叛徒 大概已经忘了谁是这幽界的主宰 忘了这九魂天洞仪是出自谁之手 你以为只要封止了天洞仪 就能有此地逃离无握于股掌之中的幽界吗 你大概不知道无所居的幻煞幽穷 就合着太虚玄穷虎为表里吧 你们妄图以移行画法从这里逃脱 正好是自投罗网 启禀尊神 使必一行绝非小去您的无方大能 只是想秘路离开此地而已 离开 可笑可笑 你们这两个大胆叛逆 在城内这番四行妄为之后 还痴心妄想能生离此地 既然千年之计已失 入习人事之事暂且搁在一边 虽然凶时的药客尚未来到 无知真理还未达于顶点 但以这新进得到的平体的力量 已足以彻底解决你们这两个叛逆 平体 尊神 当日在华穷殿一战 我侥幸你七色阴落之力保住了选妹 在那之后 你却又从哪里得到了新的平体 活用 你没有料到吗 那是另一个你转身后的分身 因为你的缘故而无法成为时的暗星 渴望力量的他 以平神之气陷上了魂体 魂魄上原本就是无知眷足的他 可真是绝佳的平体呀 三世兄成了 罗侯神的平体 风姐姐 我想 尊神所言不假 皇甫宝主 一直想要战胜自己所憎恨的宿命 希望对这冷酷待己的人是复仇的念头 这些 我都能够了解 但若为此 将一切献给了罗侯的话 会留下的 就只有永恒的幽儿而已 和我同为暗星之破了他 为什么看不透这一点呢 凡是逆尊神者 都得死 或许 这就是三世兄的宿命吧 我与此早有心理准备 一弟 看来 咱们只有一战了 这倒是我的错 本以为可以由此突出升天的 却因此 将大家带进了死地 夏侯兄弟 既然大伙答应和你一起 同复此险 本就心怀有去无回的觉悟 不过 就算敌手再怎么强 咱们也没有束手待毙的道理 就爽爽快快地 打他最后一仗 我古伦德 死而无憾 古兄说得对 即使罗侯 是能摧食一药的创世心神 毕竟已被禁锢在幽界数千年 只要咱们心里不先切了 未必就绝无圣迹 古大哥 玄妹 封姐姐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咱们就尽全力一战吧 与我同生共死的幻剑啊 只要这一战就好 把你全部的力量都借给我吧 来吧 即使是幽营的主宰罗侯神 我也要叫他尝尝 我手中长枪的滋味 哼 愚者 你们竟然妄想能胜过无之力 就让你们见识 就让你们见识 何谓真正的神威 妄想能胜过无之力 妄想要减掉牵引他们宿命的思虑 当真可笑 霍庸 莫忘了你平生所学 不过结缘自于吴罢了 感谢尊神手下留情 这场仗 是我们侥幸生了 真是一场精彩的好仗 不愧是吴当年 以自己的魂体精心创制的人偶 既然如此 那么吴也得认真对付你们才行 以吴真正的姿态与力量 好强烈的优力杀技 仿佛暴雨前 不断积聚奔涌的云浪 不断积聚奔楼 如果你敢带他 你不在乞全力量 这种雅 继续 这样 就你吃了 你 ische 优务 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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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却打的是蛇神 这就是罗侯神真正的样貌 罗侯神的真正姿态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身为创世三神之一的幽阴主宰 本就不可能那么容易便败在我们手下 既然他在我们面前显现了一战的决心 咱们也只有再次全力以赴 来吧 不管要打几场 老子奉陪便是 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刻了 火庸 冰离 为了你们的愚昧而悔恨吧 你们注定要消失在圣诞你们的幽阴之中 就和你们想要保护的冥矮一样 火庸 你会背叛武 便注定有一日会被彼等蝼蚁背叛 冰离 你的剑与心所追随的 你不是眼前之人 你明白吗 火庸 要適用 火庸 把火庸给你却捕到 火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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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庸zen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间的蝼蚁终究是蝼蚁 连做无的平体也如此不中用 我们 赢了? 没想到 没想到这平体 所以 终究还是抵受不住你们的力量 难道 难道我必须再次失去实体? 不 一切不该会如此的 黄斧堡主 他怎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满身是伤 三师兄 三师哥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 莫非 莫非被我们打倒的罗猴神 失去力量之后 作为平体的他就又被释放了出来 这伤势看来可不轻啊 三师哥 三师哥 你振作一点 振作一点啊 孙神哪 这样的结果 您满意了吗 可笑 真是可笑啊 吴竟然败在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之下 一对出自于无知肉躯血魂的 吴精心所造的最完美的人偶 尊神哪 打败你的并不是你精心创造的两个人偶 而是两个有情感有心的人哪 我们不再是为了谁的意志而战 我们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与未来 为了保护一路上生死与功的伙伴 为了保护这充满光明和万物的美丽人士而战 这些加入我们之上的意志和勇气 才是真正让我们胜过尊神您的力量吧 罢了 这一战是吴败了 不过至少是败在吴自认为最高杰作的你们之手 纵然吴之力在休养生息之后 便会回复 但此刻平体药科巨师 无以无力阻止你们离开 想要返回人世的话 就趁现在吧 这是你们凭自己的力量所赢得的自由 尊神啊 你就这么认输了吗 三师兄 三师兄 别再执迷不悟了 不 我不要死 我还要活下去 继续 继续我未经的梦想 短剑 谁 谁给我一并短剑 快 三师兄 到在这里 奉取耳面 一分血违 莫中 启启 方却回生 生妹 生妹 为什么 为什么不阻止我 你自己也知道这咒语 你明明可以轻易躲开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不在这世上 我也 我也 不能一个人活下去 所以 我没有后悔 把一切都给了你 生妹 你伤势不清 别再说了 三师兄 你和我的孩子 是个女孩 我把她取名为韩月 她是个 很乖的孩子 你要 好好照顾她 生妹 这世间一切的喜乐幸福 都是和我无缘的 我该做的就是让金氏陷入水火纷乱 让人间堕入无间地狱之中 只有在愚者的哀嚎与弱者的气声当中 我才能找到真正的气声之所 那是安心转世的我的宿命和生来的使命 是吧 皇父宝主 不要把你的罪归咎于生来的天命 难道风姐姐的死还不能让你醒悟吗 醒悟 看来还不明白这一切的反而是你吧 夏侯怡 宿命是不会让我们在世上有容身之处的 你很快就会明白 住口 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这真东西 我不是说过了吧 你们被那些自以为是的十轮尊者出卖了 那些自私的小人眼里是容不下你们的 宁愿牺牲几个笨蛋的性命 也要把你们和幽界和罗猴神同葬于此 这就是愚不可及的你 相信那些小人的结果 若你能早点醒悟 站在我和罗猴神这一边 一起放手蹂躏毁破 这充满伪善与背叛的人事 那会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只可惜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咱不就到时候再见了 夏虎仪 把火 火庸 皇甫堡主 等等 夏侯大哥 皇甫堡主说的 是真的吗 应该是 真的 这股逆力非比寻常 绝非一时的意外 必定是有人存心操动星鬼客盘 企图趁此时机将幽界永远封闭 七药之力是何等巨大 连此地的太初星盘都已受损 底下的九魂天洞仪 大概也已经毁了 没有了这里的天洞仪 我们根本阻止不了他们 为什么 他们连我们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恐怕 他们只想趁着千载难逢之机 一劳永逸地将幽界封毁 为了称此大业 我们几个人的性命 他们是不会在乎的 不该会如此的 米兰纳巴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莫非 莫非是其他三尊者 小公主 你说这是其他三尊者干的 天书一座是米兰纳巴负责看守 除了三尊者联手之外 没有人能动得了天书一座 在我们逆动天洞仪之前 他们以外出布阵为借口离开 或许就是为了瞒过我们的耳目 为什么 我们千辛万苦才停下这里的天洞仪 甚至还和罗侯神打了场有死无生的血战 他们为何这样对待我们 难道我们做到这个地步 依然不能取信于他们 也难怪如此 在谨守律义 以戒律以法为尊的十轮尊者眼中 你们永远是异界的象征啊 他们相信不该存在于今世的异界之物 就是让戒律十一偏乱的根源 若他们想趁这次机会 将你们和幽界同葬一处 那并非绝无可能 可恨 那咱们一路浴血杀到这里 又是为了什么 到头来 咱们什么都不是 是啊 古大哥说的没错 在他们眼里 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真是讽刺一极了 我们努力至此 为的却不是别的 是为了保护这些自居正派的 卑鄙小人居住的人士 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笑侯大哥 皇甫堡主 你说得对 我是个笨蛋 从开始到最后 一直相信他们的我 是个无可救药的大笨蛋 不过此刻还不算太迟 向皇子教我的禁法 罗原遁灭 我可是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想将幽记和我们同葬 我就在被药力绷挤的穷仓天幕上开个大洞 让他们尝尝天朝逆笑的滋味 不行 其要催动之力何等巨大 若你强用罗原盾灭 优界与人间的戒律崩毁 两戒护用交冲之下 优界获得以保存 但人士却会因此毁于一旦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是他们心不仁不义 怪不得我如此 夏侯大哥 用这禁法只会使着诺大人士和彼等玉石俱焚 你还会因此丧命 我求你千万不可如此 玄妹 你说得没错 可是彼等如此对待我们 难道我们就这样等着和幽界共灭 反正横竖都是死 我就用禁法 让他们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 我想 罗侯神他应该会有办法的 神妹 你想对尊神说些什么 幽界的主宰罗侯神啊 我们虽冒独宁的玉城天殿 却无意造成此种后果 幽界存在于天地创生之时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悔破 不单是我们一行而已 相信您也不愿幽界遭此浩劫 以您的无边法力与全能 必定知道解救之法 如果我们帮得上忙 请您不吝吩咐 吩咐 二等叛逆无道 胆敢将无伤破至此 如今却祈求无力之助 再者 就算真有方法可行 如今无肉躯真力全尸 却要如何阻挡七要压逼的距离 即使如此 可有方法回复您的肉躯 与真力 也罢 无意不愿幽界毁于 彼等小辈之手 天动以一些七要之力固然巨大 亦还不足以何无真力相抗 然而单以无本质之化妙幽体 不能直接射出人间之势 你听好了 是 此刻 唯有无以逆元大法反逆七要之力 进而回破彼端的天动仪 方能解决目前危局 而回复无之魂体 需要两件物事 其一是无亲眷血族之体 其二是能知彼端力竞之心 而眼前唯一拥有这两个条件的 就只有你而已 罗侯神 您的意思是 无需要一具成习无眷族的肉躯 五翘七魄之魂 方能回复原有的力量 你需得念诵凭神之气 全神一意将魂体平现于无 如此 无便能以你躯体集聚逆元之力 借你魂眼得失彼等之所 但你的魂体 已将永远唯无所有 即使如此 你也愿意 我愿意 不过在此之后 请务必将我的朋友送回人间 你胆敢和我讨价还价 反正事已至此 留他们在此也是无用 一旦无真理回复 得能回破彼端的天动仪 要将他们送回人世 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过 你并不是兵力本人 你会使用凭神之气吗 或许是兵力姐姐留给我的记忆吧 虽然不知道会有用到的一天 但是 我的确记得 玄秘 等等 幽环正此约 七魄俱为平 魂鸟还无名 朱力化分音 无心供天系 请平神御灵 玄秘 住手 逆魄阴阳 九重封朔 乱臣寓意 军天俱丧 不 玄秘 夏侯大哥 我也想永远待在你身边 听你叫我玄秘的声音 可如果牺牲我就能保住大家的性命跟三界 那是很值得的 咱们别了 玄秘 玄秘 你真的要离我而去吗 莫庸 无等后悔有期 玄妹 夏侯仪 你醒了 小公主 这里是 真是的 我竟然忘了 我的左腕已经没了 我送了玄妹的玉佩 为什么会在这里 玄妹 这一切都不是梦吗 我终究是保护不了你 终究是永远失去了你 为什么 为何要你承受这样的宿命 哎 慕容姑娘 没想到像她那样子天真单纯的小姑娘 竟然会有牺牲自己来拯救一切的勇气与意志 或许是因为她对你一往其深的缘故吧 玄妹 咦 这地方是 咱们已经离开幽界 回到人间了吗 这周围的废墟又是 看来古兄也醒来了 啊 夏侯兄弟 小湛女公主 你们都没事吧 只是少了只手掌而已 没什么大碍的 其实若非你坚持到最后都不肯放开它 你可以不失去这只手的 唉 夏侯兄弟的心情我可以了解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若我只为了这样就放弃了它 那我才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是的 让我失去这只手的不是别人 是在楼兰操纵天洞仪的家伙们 那些忘恩负义的背叛者 是他们害我失去这只左手和玄妹 当着翘吧 中原珠派 十轮尊者 就算我只剩下这只手 也要用你们的血 来清偿这笔血债 唉 我与此无话可说 夏侯姨 与此请听我一言 米兰娜八 你来得正好 小公主 连你也要不变是非的阻止我吗 夏侯姨 先听尊者把话说完 今日见到你们归来 八年前的那一刻却宛如刚刚才发生过 天命绿衣的奥妙无方 果然不是我等凡俗之辈所能参透的 八年 我们从幽界回到此处的短短时间中 人间便已过了八年 是的 想是罗侯姨最后送你们回来的时候 双仪逆转的冲阵拼转了十轮 与你们来说 虽然只是短短半刻钟 在人间却已过了八年的时光 我猜不管这些 米兰娜八 当时企图以天洞仪催崩幽界的 就是你们十轮尊者吧 夏侯姨 你猜得没错 当日之事 全是其他三尊者一意孤行 莫说四派掌门高人 连我都阻挡他们不得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报应 天洞仪回破之时 他们首当其冲 当场被幽黄炸的粉身碎骨 连一脚都没有留下 嘿嘿嘿 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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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我毁不了你们这些世代转生的十轮尊者 但我能让你们永远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沙侯仪 别 米兰娜巴 别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只要十轮还在运转 只要七药还在天顶分剧 终此一生 我一定能找出让它偏离的方法 用禁法也好 用邪法也好 就算要我出卖我的魂魄 就算会因此坠入无边地狱 我终有一日 会真正将幽界降临到人间 永远毁破你们死尊活许的那些书夷法里 你们就等着看吧 你 让开 夏侯兄弟 夏侯兄弟 尊者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 唉 或许我们真的错了 天地还宇的至上真意并非僵硬不变的律理以法 亦非自已无序的混沌纷乱 而是借乎两者之间的平衡与自然 自三界创生以来 一切莫不依此理而行 不论石轮遗轨也好 天命流转也好 自然之律 并非我等所思那般交瘁异毁 即使他们受到汗动 亦会如水中淋漪而渐平 此乃自天地创生以来的平衡生负之力 我们坚看为耻则已 实在无需如此多心 嗯 或许是迟了些 但你这老顽固 总算能了解这个道理了 唉 过犹不及 皆有大害 我等一味严守自古传承的石轮遗虑 总是不能容许他们两个外来者的存在 结果反得此害 这是我等违逆平衡之力的罪罚 唉 以夏侯仪这人的脾性 绝对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 之后他必定还会弄出大事 惧怕将来还有咱们费心的 这也是自然之律的惩罚 爸爸 我这就回宫上禀诸尊无胜 这后果既是由我四尊者而起 今后的一切自是由我等负责 夏侯仪的一切踪迹行之 我等会相加注意 若借时神雀公和公主愿意协助 我便先在此谢过 好说 事关三界后运前途 神雀公是不会放手不管的 反正后事可期 咱们静观其变便是 装好了试试看吧 很精巧的铁手 我很满意 老丈 这是多谢你们了 我要的骆驼和凉水井里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骆驼就系在城门旁边 不过恩公真的这么急着走吗 何不留到明天早上 今晚再好好休息一下 不 谢了 只是此地诸事已了 我已不需要 也不想再留在这里 还是早一刻动身 往中原去的好 古大哥 历经这段历程的磨练后 你已经是所向无敌的盟者了 希望你别再离乡背景的流浪 早日回国打倒尾王 接任大位 虽然我不能亲自前去助你 但以你看称 以一当千的吴勇 和诸多神兵法宝 我想复国之路离你绝不遥远 夏虎兄弟说的是 老师生前希望看到的楼兰城 我也帮他看到了 我已经没有理由在这里继续晃下去 是该回去处理下家务事了 到西方路途遥远 只怕没能有机会看到古大哥 以国君之姿来迎 但若我能查明一切 忠我一生之中 必会前去拜会一次 好 那我得早日收复祖国等你来访 到时候我会狂开十桶葡萄酒 好好和你痛饮一番 古大哥 这是咱俩兄弟之约 可悲到时候因为国务一忙 就忘得金光了 这我怎敢忘啊 那么小公主你过来一下 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办吗 嗯 让我猜猜 谁要我去神武冠慕容冠主 和天摇派秦维冈那边走一趟 对吧 不愧是小公主 这柄红色的短剑 是风姐姐的遗物 你也听到她的遗言了 可是黄复申看来心智已绝 即使她真能大难不死 想必也不能好好照顾那孩子 所以你帮我把这柄短剑交给秦前辈 并将风姐姐的遗言转告给她 我想她会愿意收养这孩子的 还有慕容冠主那边 虽然不让她知道真相比较好 但她身为玄机妹子的母亲 也不能把玄机妹子的事 就这样瞒着她 你帮我把这玉缝拿给她 告诉她玄机妹子的义举 让她能以有这么一个勇敢的女儿为傲 我明白 你不用如此自责 这缘非你一个人的错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办妥这两件事的 之后呢 你打算上哪里去 反正不说你也会知道的 我打算赴中原一趟 听说中土颇多数法能人 博士之辈 我打算花数年时间四处探寻 不择手段 也要找到分动星药一线之法 我当日对弥兰娜八所言 可不只是随口恫吓而已 这我自然知道 嗯 反正你也是要去中原 不如和我们同行如何 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不 谢了 你们神雀宫上下都是女众 我一个男子身处其间 不只是不变而已 整天听他们唧唧喳喳的 叫我如何宁神思索数法之理 不过 那你听到我这番话之后 竟然没有出言阻止 倒让我有点意外 没什么好担心的 天地还宇皆有其运输 这是冥冥之中一定的天命 虽说人定胜天 但单凭一人之力要改变天命 这是勉强不来的 所以 你让幽界重现于世也好 三界果将过于你手也好 如果天命注定如此 那也不是十轮尊者或者我能改变的 夏侯仪 今后且依你心之所欲 行你意之所图 那是属于你的天命 如果这一切还没完结的话 在未可知的将来 我们必定会再见面的 即使如此 小公主 我们后会有期 小公主 夏侯兄弟他 真会继续寻找 反照幽界之法吧 嗯 他像一颗闯入天宫黄道的黄星 直到找到自己的作秀为止 是不会止歇下来的 在那之前 天河中 只怕还得有一番骚乱呢 嗯 或许只是我的预感 但是 在哪一天 那一刻 我们必定会再相逢吧 夏侯兄弟 我会在异国 等着你 我会在异国 是他们 在比方操纵九魂天洞仪 夏侯大哥 皇府堡主说的 是真的吗 应该是 真的 这股逆力非比寻常 绝非一时的意外 必定是有人 存心操动星鬼刻盘 企图趁此时机 将幽界永远封闭 七药之力是何等巨大 连此地的太初星盘都已受损 底下的九魂天洞仪 大概也已经毁了 没有了这里的天洞仪 我们根本阻止不了他们 为什么 他们连我们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恐怕 他们只想趁着千载难逢之机 一劳永逸地将幽界封毁 为了称此大业 我们几个人的性命 他们是不会在乎的 可恨 那咱们一路浴血杀到这里 又是为了什么 到头来 咱们什么都不是 是啊 古大哥说的没错 在他们眼里 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真是讽刺一极了 我们努力至此 为的却不是别的 是为了保护这些 自居正派的卑鄙小人居住的人士 是吗 煞猴大哥 皇甫堡主 你说得对 我是个笨蛋 从开始到最后 一直相信他们的我 是个无可救药的大笨蛋 不过此刻还不算太迟 向皇子教我的禁法 罗原遁灭 我可是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想将幽记和我们同葬 我就在被要力崩解的穷仓天幕上 开个大洞 让他们尝尝天朝逆笑的滋味 不行 怎么 冰霓 现在连你都来违逆我 你忘了吗 我们不是为了憎恨 为了向谁复仇才来到这里的 我们是为了保护这个人士 为了让我们长相厮守的处所 不受幽暗的巫师 这才不惜舍弃一切的来到这里 若你一怒之下用禁法毁了人士 我们之前的誓约又算什么 这一切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 你说的没错 可是彼等如此对待我们 难道我们就这样等着和幽界共灭 反正横叔都是死 我就用禁法 让他们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 这一切应非无法可想 我想 孙神他应该会有办法的 冰霓 你想对孙神说些什么 罗侯尊神啊 您身为幽界主宰 太古创世的三神之一 使必等虽大胆无礼 对您刀剑相向 也只想避过这凶食之客 为人士多争取几千年的余裕而已 若因此使三界之一的幽界崩毁 则绝非我等所愿 以尊神无边法力 必定还有解救之法 若我等得尽一己之力 请尊神尽管吩咐 吩咐 吩咐 二等叛逆无道 胆敢将无伤破至此 如今却祈求无力之助 请尊神息怒 待此事了后 不论尊神降下何等责罚 使必愿意尽数领寿 但求 不论 也罢 无意不愿幽界毁于彼等小辈之手 天洞以一些七药之力固然巨大 亦还不足以何无真力相抗 然而 单一无本质之化妙幽体 不能直接射出人间之势 因此当年才智创你和活用两体人偶 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 使必明白 此刻 唯有无以逆元大法反逆七药之力 进而回破彼端的天洞仪 方能解决目前危局 而回复无知魂体需要两件物事 其一是无侵犬血足之体 其二是能知彼端力竞之心 兵力 眼前唯一拥有这两个条件的 就只有你而已 请尊神明示 兵力 此刻你的魂魄已非无所有 你需得念诵平神之气 全神一意将魂体平现于无 如此无便能以你躯体集聚逆元之力 借你魂眼得失彼等之所 但你的魂体已将永远未无所有 即使如此 你也愿意 使必愿意 只要尊神承诺 在之后将他们平安送回人世 使必愿意如此 你胆敢何无讨价还价 反正事已至此 留他们在此也是无用 一旦无真理回复 得能回破彼端的天动仪 要将他们送回人世 不过是举手之劳 尊神广泽大恩 无念救过 使必万分感激 使必这就开始平神之气 要离开 不过是举手之劲 不过是举手之劳 这我看见他们的灵命 也会不过是举手之劲 不过是举手之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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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可忍受 让我不要把你时势 你也会不顾好 我不顾好 你太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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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头好晕 咦 这地方是 咱们已经离开幽界 回到人间了吗 这周围的废墟又是 莫非是 楼兰城 可是 楼兰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 夏侯大哥呢 夏侯兄弟 太好了 你平安无事 是 只是少了只手掌而已 没什么大碍的 夏侯大哥 其实 你可以不失去这只手的 若我只为了这样就放弃了它 那我才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是的 让我失去这只手的不是别人 是在楼兰操纵天动仪的家伙们 一些忘恩负义的背叛者 是他们害我失去这只左手和兵离 等着翘吧 中原主派 十轮尊者 就算我只剩下这只手 也要用你们的血 来清偿这笔血债 不 夏侯姨 不是那样子的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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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葛云叶 你认不出我了吗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胡说 你想匡骗我吗 小公主的年纪哪有你这么大 不 罗侯神最后送你们回来的时候 双翼逆转的冲阵偏转了十轮 与你们来说 虽然只是短短半课中 在人间 却已过了八年的时光 是吗 也罢 我才不在乎这些 当时企图以天洞仪 催崩幽界的 你没有在那边 没有的话 就赶快让开 我知道你后面的和尚一定有份 我要先宰了他 夏侯依你猜的没错 当日之时 全是其他三尊者一意孤行 莫说四派掌门高人 连公主和我都阻挡他们不得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报应 天洞仪毁破之时 他们首当其冲 当场被幽黄炸得粉身碎骨 连衣角都没有留下 死得好 死得好 然而错已铸成 我知道你此刻义愤填膺 因此代替三尊者 来此向你谢罪临死 任你如何杀寡割舵 我绝无二言 可他按我身为四尊者之手 却没能约束其他三尊者 自是该当同罪 但各派掌门等人 与此事全无关联 你切无因恨而乱伤人命 这全然于世无补 只是突增你的罪孽而已 你这老头随我宰割 杀了你这老头就能凭我心头之恨 这样就能让兵离回来吗 我可不是三岁小孩 密兰纳巴 或许我毁不了你们这些 世代转生的十轮尊者 但我能让你们永远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夏侯仪别 米兰娜八 别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只要石轮还在运转 只要七药还在天顶分剧 终此一生 我一定能找出让它偏离的方法 用禁法也好 用邪法也好 就算要我出卖我的魂魄 就算我因此坠入无边地狱 我终有一日 会真正将幽界降临到人间 永远悔破你们死尊活寻的那些疏仪法理 你们就等着看吧 你 让开 夏侯大哥 等等我 夏侯兄弟 尊者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 唉 或许我们真的错了 天地还宇的至上真意 并非僵硬不变的律理仪法 亦非自以无需的混沌纷乱 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平衡与自然 自三界创生以来 一切莫不依此理而行 不论十轮遗轨也好 天命流转也好 自然之律 并非我等所思那般焦脆异毁 即使他们受到汗动 亦会如水中淋漪而渐平 此乃自天地创生以来的平衡生负之力 我们尖看为耻则已 实在无需如此多心 嗯 或许是迟了些 但你这老顽固 总算能了解这个道理了 唉 过犹不及 皆有大害 我等一味严守自古传承的十轮一律 总是不能容许他们两个外来者的存在 结果反得此害 这是我等违逆平衡之力的罪罚 唉 以瞎侯仪这人的脾性 绝对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 日后他必定还会弄出大事 只怕将来 还有咱们费心的 这也是自然之律的惩罚吧 我这就回宫上禀诸尊无圣 这后果 既是由我四尊者而起 今后的一切 自是由我等负责 夏侯仪的一切踪迹行之 我等会相加注意 若借时神雀宫和公主愿意协助 我便先在此谢过 好说 事关三界后运前途 神雀宫是不会放手不管的 反正后事可期 咱们静观其变变是 装好了 试试看吧 很精巧的铁兽 我很满意 老赵 这是多谢你们了 我要的骆驼和凉水行李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骆驼就系在城门旁边 不过恩公 真的这么急着走吗 何不留到明天早上 今晚再好好休息一下 不 谢了 这是此地诸事已了 我已不需要 也不想再留在这里 还是早一刻动身 往中原去的好 古大哥 历经这段历程的磨练后 你已经是所向无敌的猛者了 希望你别再离乡背景的流浪 早日回国 打倒尾王 接任大位 虽然我不能亲自前去助你 但以你看称 以一当千的吴勇 和诸多神兵法宝 我想复国之路 离你绝不遥远 夏虎兄弟说的是 老师生前希望看到的楼兰城 我也帮他看到了 我已经没有理由 在这里继续晃下去 是该回去处理一下家务事了 到西方路途遥远 只怕没能有机会 看到古大哥 以国君之资来迎 但若我能查明一切 忠我一生之中 必会前去拜会一次 好 那我得早日收复祖国 等你来访 到时候 我会狂开十桶葡萄酒 好好喝你痛饮一番 古大哥 这是咱俩兄弟之约 可别到时候 因为国务一忙 就忘得精光了 这我怎敢忘啊 那么玄机妹子 你过来一下 这是 这柄红色的短剑 是风姐姐最后的遗物 玄妹 你也听到她的遗言了 可是皇府神看来心智已绝 即使她真肯抚养那孩子 想必那孩子也不会幸福 所以你帮我把这柄短剑 交给秦前辈 并将风姐姐的遗言转告给她 我想她会愿意收养那孩子的 这当然没问题 可是 为何现在就把她交给我 这件事等我们回到中土时再说 也不迟啊 我是要去中土没错 但没说要和你一起同行 你和慕容冠主一起回去就行了 冠主为了你在这里留那么久 你该早点和她一起回去 好好静下当女儿的孝道才是 可是 夏侯大哥 你为什么不肯和我一起回中土 是讨厌我吗 你想知道真正的理由吗 告诉你也无妨 自从那一刻以来 我的心和魂都已经变了 现在的我 或许一半是夏侯仪 一半是霍庸也说不定 然而 不论是为了霍庸旧日未尽的意志 一或我有朝一日 要再与兵力相见的誓言 我现所思所想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如何把幽界 带回到人间来 我之所以想去中土 为的也是这个 若那一天真的来临 我会成为你和世人的仇敌 迟早 我们会以敌人之字 在战场上相见 既然如此的话 倒不如早点分到杨镖 会来得好些 我不相信 你永远是我的夏侯大哥 那个勇敢豪爽 却又善良温柔的夏侯大哥 我知道你忘不了 冰里姐姐的事 男人对这一切的满心憾恨 所以才这么说的吧 你并不是真的想毁了这个世界 只是想 再见冰里姐姐一面而已 住嘴 你知道些什么 不 夏侯大哥 我不要你变成这样 就当做你认识的夏侯仪 已经死了吧 从今以后 我会泯灭过去的心魂与人性 成为为了复回幽界而生的恶魔厉鬼 到我再次见到冰里之前 绝不罢手 此刻 比相不相信都好 等到幽界真正崇临人间的那一刻 你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慕容姑娘 咱们后会有期 希望在那一刻 我们不用以敌人的身份相见 如果你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见面的话 咱们就此别过 夏侯大哥 等等我 古文公 他说的是真的吗 把幽界召反到这个人世之类的话 以他这人的个性来说 我想他是认真的 可是除了不可知的天命之外 又有谁能预料 只是十轮流转依旧 该来的总是会来 既然我们没有撼动天命之能 那便静观其变便是 古文公说的是 或许只是我的预感 但是在哪一天 那一刻 我们必定会再相逢吧 夏侯兄弟 我会在异国 等着你 我会在异国